手機段比你PC的快進了 43、42、41 那一樣 又是加薪 又是三歲 哇這套陣容好 這套陣容你有一說一 從觀眾的角度來講還挺好看的 對 但我覺得這個陣容不夠硬 這個陣容不夠硬 這個陣容圖很開心好吧 就是你們噁心我會噁心 但是最後是我贏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如果說我覺得幫幫帶個閃現呢 我覺得幫幫 好打一點 就是閃現 然後就是他需要起一個節奏 就是擊倒一個節奏 他要有一個擊倒的節奏 他是能贏的 但你說真的沒有閃現 萬一這邊牽制起來 也不好輸 你覺得是不是 哎 這波被躲了 這下哇直接一個三連打 有這個連打 我覺得這波熟練度不高 跟我一樣 如果說熟練度高了 像那種很頂尖的幫幫 這下應該是沒了 因為他這個三連打 直接丟在臉上 這個三連打 應該是攻掉所有的距離的 哎 一顆球 對對對 這個球沒有 現在沒有開技能 所以沒有遙控雷 前面要丟炸彈 封板 三歲這邊應該是沒了 這波應該是沒了 對對對 這波一波封路就夠了 完全不需要說去炸了 還行吧 那有擊倒節奏的話 他這把是平局起步真剩 對 這波已經是平局起步了 後面的話 野人 擊球手 這第二波節奏其實也還好去 因為有絕目跟擊球手 並不是說前鋒傭兵這種 我覺得你說的沒有任何毛病 這把應該是一個 大概率能贏的一個局 對 人類還是這個陣容主要是比較快了 可能已經不再一分了嘛 我覺得既然這樣了 應該是過來打一波架的 對吧 你就不要修了 像之前有一把就是一個 一個擊球手配合這個野人 強行把一個風野給撞毀了 就從一個大優局給撞到了一個三跑 一邊四跑 卡死就一波 還是賣掉的 一波可能都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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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直接嗨啊 這是什麼 轉角遇見 遇見邦邦 這波落地刀沒有打到 很虧啊 還好吧 這個追野人主要是看牛仔 牛仔這邊起飛了以後 他可以直接傳送 直接傳送 他直接因為衝擊到這個 絕目了 然後 對 然後這個電機在動 就能排出來 對對對 那看看這個 機球手能不能牽制不動啊 哎呦 被一波蓄力的一個球 對他這邊是開了一個爆發的 開了一個爆發的話 到後續的一個 續航能力就偏弱了 只剩一個球了 牽制不動了 這個機球手 給他一個時間 你看現在傳送還剩70秒 在還剩大概30秒的時候 這個機球人家要倒了 你信不信 我信 這邊兩連炸炸一下 然後一顆遙控炸彈收走 那那那不行 夠了呀 那可能炸不死 兩連炸彈炸一顆遙控炸彈收 還不夠嗎 這炸不死 兩連炸可能炸不死 這可能炸不到 炸到了一顆遙控炸彈收 欸 說不了 再補 沒關係 他比我預想的快了10多秒的 我本來想說40秒的 後來想萬一兩連炸可能慢一點點 但是機球手說實話 牽制幫幫不是很牽制的動 他牽制的話 我覺得牽制紅蝶還蠻好用的 紅蝶飛過來一棒子打開 飛過來一棒子打開 可以嗎 可以的 有一點厲害 有點優秀 我們騙過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角色沒有用的 就是上不了比賽的 他強度不夠 哇 直接一個震攝 不是震攝 兩顆炸彈加一刀 你不看字的嗎 這時候幾個字都沒出來 哪來的震攝啊 你在看哪個 這個血線掉太快了 我 這個血線卡也就沒了 我以為震攝了 我去 這套這種拿出來打呢 就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只有一個人至少要6-3台 6-3台 他這個阵容都不行啊 他這個 他這個 他怎麼可能6-3台呢 你要想一下 一個傭兵 不是 傭兵前方都沒有 你拿個絕目怎麼 絕目怎麼溜啊 我去絕目跟那個 是這樣子的 其實剛才牛仔 我覺得還有可能 因為你這邊是沒有閃現的 有閃現你溜不了3台 我覺得 呃 沒閃現的話還是有可能 不不不 距離太近了 你看開局的那個距離 他生命不夠的 對 就是拉不了點 那這邊拉點的話 光光硬追 然後炸彈封你路 跟進距離 要救一波人 我覺得 有點難 我排到了 我跳下去了 好好好好 談結果能不能救下來 救下來 完成四川 好 AK 最好 好好